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宣告结束 昔日夫妇分道扬镳后 男方争取到女儿的抚养权 女方有绝对探视权 故儿小糯米一直留在香港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并在当地一所公立学校读书三年级 转瞬间 每年国际儿童节悄悄来临 对于小糯米而言 六一不仅是儿童节 还是她9岁生日能收到好多礼物 6月2日零点 港媒刊登一则最新报道 曝光小糯米9岁生日宴的细节 被问及如何与女儿庆祝双节时 刘凯薇坦言今天她要正常上下学 晚上就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暗示并无大肆庆祝 只是简单吃个家宴 生日派对没有 但礼物不会缺席 刘凯薇打一手工艺品送给爱女 爸爸送来自制首饰小玩意 助摊亮的小糯米臭美 爷爷刘丹要去将军奥电视城开工 并未特别准备礼物 但奶奶按照往年的惯例 为孙女封了一个大红包 外加一个小的金元宝 据红气功刘丹透露 宝贝孙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金库 已经攒了不少积蓄 未来小富婆一枚 至于孩子妈杨幂 早先因疫情关系的影响 母女已三年未见面 今年六亿儿童节这天 杨幂被曝已悄悄飞往香港 看望小糯米并为女儿庆生 证据是IP地址变成香港了 巧合的是 杨幂工作室还默契筛出儿童涂色本 磁力拼图及各式蜡笔等照片 像极了带着礼物去看小糯米 可事实真相却并非如此 港媒与刘丹直言未曾见到杨幂 原来杨幂工作室晒出的鲜花及儿童读物 是先前杨幂探访孤独阵儿童时的礼物 她本尊一直在内地工作 闹了个乌龙 甚至缺席了巴沙慈善盛典 不过早在今年三月底 杨幂与父母曾被拍到带着乐高过关赴港 事实上一直以来 素有拼命三娘称号的大秘密 婴儿女观念淡薄经常遭受非议 自己也担心 等一开口就说英文的小糯米到五岁以后 恐无法正常交流 为此 杨幂曾有过想将爱女接到内地读书的计划 可是刘丹不会放行 担心自幼 在香港长大的小糯米不适应且舍不得 此外 刘凯威与现任李小峰公开认爱后 感情进展神速 两人正在筹备婚礼 网传杨幂担心前夫在婚后 女儿会受到委屈 故而不惜拿出五亿港币争夺小糯米抚养权 不过 这则说法真实性有待考究 令人物理看花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必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